众所周知 小说作者自然要花费大量的笔墨在主角的身上 对配角却可以习自如今 金庸也不例外 然而金庸架构的武侠故事往往惹人遐想 只因他笔下的配角也有惊艳众人的出彩表现 即便他们从未在书中正式登场 好比独孤求败 只出现在他人的对话之中 不过他在金庸笔下 却有纵横江湖三十年未成一败的惊人战绩 1.剑魔独孤求败 在神雕侠侣里面 金庸借着杨过的视角来到了密林里的剑中 从而发现了独孤求败留下来的玄铁重剑 通过雕雄杨过还在山洪中悟出了玄铁剑法 在《笑傲江湖》里 金庸更是详细地阐述了独孤九剑的各种招式 以及精髓奥义 独孤九剑的无招胜有招 以及料敌鸡仙等理论让令狐冲毛色顿开 从此脱胎换骨 判若两人 不过登关和尚的那一句独孤求败 无招胜有招 当势无敌 再一次证明了独孤求败的武功修为 超凡入圣 所向披靡 很显然 金庸对独孤求败这个角色点到为止 但读者们依旧很想继续探寻 关于独孤求败的点点滴滴 独孤求败既然未尝一败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惊人战绩呢 二 杀了天龙三魔头 杨过曾在剑种的石壁上 发现独孤求败有杀尽仇寇的座右鸣 同时杨过通过刁兄的年龄 推算出独孤求败是生活在七八十年前的人物 如此看来 独孤求败岂有可能是天龙后期的人物 那时候消风自尽 扫地僧原济 武林中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 不过仍有三位魔头 引起了独孤求败的兴趣 一 恶贯满盈 段延庆 段延庆身为四大恶人之首 为了夺回大礼的王位 无所不用其极 在天龙的末尾 段延庆大开杀戒之时 却意外发现 段裕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得知段裕即将登基为帝 段延庆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就此飘然而去 尽管段延庆走得很潇洒 但他未必能逃过恶有恶报的宿命 多年以后 独孤求败发现了段延庆的踪迹 并用剑法破了段延庆的纲杖和衣扬纸 最终成功将其击杀 二 星宿老怪丁春秋 丁春秋被虚竹 用生死拂索擒 此后关押在了少林寺里 丁春秋作恶夺端 不仅打伤师父乌鸦子 还和师娘李秋水游染 在创建了臭名昭著的星宿派之后 丁春秋仍是滥杀无辜 为所欲为 在天龙的末尾 丁春秋伏法之后 他看似能在少林寺里安详晚年 可丁春秋万万没有想到 独孤求败文讯赶来之后 击败了少林寺的首位 还将自己斩鱼剑下 三 斗转星宜慕容赋 慕容赋虽然成了一个 活在皇帝梦里的疯子 但他一身武功还在 尤其是在王羽燕的协助之下 慕容赋的斗转星宜 恐怕更甚当年 不过 面对剑魔独孤求败 慕容赋依然难逃一死 这一慕容赋臭名昭著 他当年认贼作父 不择手段的恶事 早就众人皆知 三 伤了射雕一位帮主 完成了杀尽仇寇的目标 独孤求败开始将目光 投向当时的正派高手 在一次比武论剑之中 独孤求败竟误伤了一名义士 懊悔之下 独孤求败将软剑 抛入身骨之中 再也不用了 这位被独孤求败 打上的义士是谁呢 他就是铁掌帮的前任帮主 上官建南 上官建南 乃南宋名将 韩世忠部下的将领 因为愤恨奸臣当道 上官建南领着一批兄弟 在京乡一带落草 后来成了铁掌帮的帮主 在上官建南的整顿之下 铁掌帮很快就明动江湖 引起了独孤求败的注意 独孤求败很快就来到了铁掌帮 和上官建南大打出手 眼见上官建南武功不俗 独孤求败杀得兴起之下 竟没有收住手 一记破气时 直接将上官建南打成了重伤 数月之后 独孤求败才知道上官建南 是一位多行义士之士的义士 要知道的是 根据金庸的原文设定 上官建南的确受过重伤 原文写道 求贤任无意之间 救了铁掌帮上官帮主的性命 那上官帮主感恩图报 将全身武功倾囊相受 求贤任练功勤奋 道德二十四岁时 功夫沁寻又倾出于蓝之士 次年上官帮主逝世 临终时将铁掌帮帮主之位 传给了他 极有可能的情况是 独孤求败击败上官建南之后 扬长而去 重伤之下的上官建南命悬一线 却被路过的囚签任所救 扬图报的上官建南 将一身武功倾囊相受 还将帮主之位也传给了囚签任 这样一来 一切都解释得通 狂达到极致的狂 独孤求败的目标 就是败尽天下高手 然而世间却无人能赐他一败 这也是为何段玉和虚竹 会成为他的眼中完美猎物的原因 就在于段玉和虚竹的确够强 至少从江湖传闻来看 段玉和虚竹的威望 是这个时代最高的 虚竹身怀逍遥三老的内力 内力之身后冠绝古今 唯有他异地段玉 能在这方面与他一较高下 而除了内力之外 虚竹还身兼天山折眉首 天山六阳掌 小无相公 生死福等身公 从账面实力来看 哪怕是被誉为能够破尽天下武功的独孤九剑 也不一定能压制虚竹 可惜天龙时代的段玉和虚竹二人的武功 虽然练到了镇骨朔金的境界 独孤求败也很想找他们二人切磋武功 但一个成了日理万机的君王 一个则退隐山林多年 独孤求败想见也见不到了 否则独孤求败和段玉虚竹发生碰撞的话 必定会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激战 各位大侠 你们觉得呢